台湾新少年排名第一的网球好手吴东霖 有着17岁大男孩的调皮 模仿知名球星的发球动作 逗的队友哈哈大笑 不过吴东霖却有着同年龄男孩没有的经历 他在2015年征战了四大满贯的新少年赛事 最紧张有我第一个的大满贯就是在奥 然后我跟一个韩国选手他是第15种子 然后结果第一次在那个球场比赛 我下去热完身 我要发球的时候 我在排球的时候心脏跳很棒 然后我打第一盘我就抽筋了 就太紧张了我就抽筋了 我们会一直发表他说 东霖回来了没回来了没这样 然后就会问他去那边有没有遇到一些球星 不然就遇到一些好玩的事之类的 吴东霖九岁时在爷爷的影响之下 开始打网球 由于家族都是打软网出身 他耳濡目染之下也展开网球之路 小时候也都是看飞的了吧 对啊 所以你会觉得 你会彼此觉得打了心会像他那样优雅吗 多少少会 就是看真的像他打球跟我优雅 只是人家照影片出来就觉得 诶 奇怪怎么差那么多 青少年时期就已经累积了许多 独自出国征战的经验 尽管遇到挫折 有时候会掉眼泪 但吴东霖清楚目标在哪 吴东霖是国内青少年顶尖好手 现在更有企业的支持 帮助他迈向职业之路 希望这颗未来之心 能在国际舞台闯出一片天 有别于吴东霖的活泼调皮 女网新秀卓一轩 有着15岁女孩的羞涩 但是谈起网球却又自信无比 我四年级之后 因为是尾北 他是一年两次 所以总共打了六次 然后拿五次冠军 然后毕业之后就觉得 就是四维飞就有很多回忆 卓一轩一开始接触网球 是为了改善身体健康 没想到打出兴趣 也拼出成绩 甚至小学三年级就立定了 当职业网球选手的目标 只是训练以及出国比赛 总有孤单撑不下去的日子 这时候妹妹卓一诚 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是她有一天晚上 可能那时候还小 她看鬼片 然后她害怕 她打电话给妈妈 她就讲她哭了 然后就隔天 打发声音就过去了 因为她也是自从去那里之后 就渐渐喜欢网球 就希望她都一直陪着我 起电球这样子 有着妹妹的陪伴 卓一轩不只征战国际青少年赛事 2014年她首度参加WTA等级赛事 台北海硕国际女子挑战赛 就在会外单打首轮 爆冷以2比1打败头号种子 因为那天其实状况还不错 然后对手因为也才刚从国外飞回来 应该有点不适应吧 然后就脾气不好 然后影响到她自己的比赛 然后表现很好 然后就慢慢赢下来 接着2015年7月 卓一轩更在ITFI级女网赛 拿下胜利的第一座职业双打冠军 短期的 因为现在青少年排100多 但就是还不够 像今年要打完 下半年要排到1515 或者是更好之类的 那17岁或18岁就像职业赛 就可以100内或50内这样子 175公分的身高 速战速决的球风 以及强力发球的优势 卓一轩渴望 有一天也能够像偶像 沙拉波娃一样 成为出色的职业舞球员